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心情继续为大家带来科幻剧集副本的第二集 我们先简要回归一下第一集剧情 星期战士小五因为犯下叛国罪被政府群杀死 不过能储存意识的皮质盘被保存下来 在沉睡250年之后 小五的皮质盘被大富翁劳伦斯保释出来 还将其植入到一具新的身体里面 劳伦斯在自己家里被人谋杀 希望小五能帮他查明真凶 小五最终接受了这个任务 咱们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早上劳伦斯派律师来到乌鸦酒馆 将小五带去了他的公司 这家名为赛切斯的公司 专门为富人们生产最顶级的身体 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业务就是生产克隆人 主管带领小五来到了劳伦斯家族的地下室 发现那里存放了大量劳伦斯家族成员的克隆体 之所以要生产如此多的克隆体 其实还涉及到一时转换过程中的另一项技术难题 当意识植入到不同身体中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风险会发生人格分裂 最终导致精神崩溃 意识也就随之死亡 但是如果使用克隆体 那几乎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大富豪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 之后小五开始追查案件线索 从劳伦斯妻子米亚口中 小五得知了劳伦斯被杀前的活动 他在日本谈成了一笔四万亿的买卖 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记忆也没有来得及备份 劳伦斯并不记得期间发生的任何事 我们暂时转换一下视角 看看剧集中另一位重要人物 波 波来到了一个赌局 这其实是一个虚拟现实空间 这里的几位玩家都是AI 当然波本人也是一位AI 这些AI们极为骄傲 认为自己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形势 只有波保持了对人类的好奇心 所以他才一直经营着酒馆 我们再次回到小五这边 他开始观看劳伦斯收到的所有恐吓视频 这些视频中有一段引起了小五的注意 视频中的人手持一把机枪 声称要为自己的女儿莉莉报仇 小五通过放大视频 发现这是一把军用枪 上面还刻有编号 很快小五就通过编号 找到了枪支持有者小黑 小五询问他关于视频的事情 但是小黑不太友好 小五只好将他绑了起来 在小黑家中 小五发现了这家人的全家福 父亲小黑 母亲爱达和女儿莉莉 不过黑客母亲被关进了监狱 女儿莉莉也被杀害 现在就只剩小黑一人 接着小五从小黑额头处 发现了脑机接头的印记 于是在房间中找到了 小黑使用的脑机接口 这是一个长得像头孤一样的设备 小五接入脑机接口 进入虚拟世界 在那里他发现 小黑的女儿莉莉 陷入到一种创伤循环的状态中 也就是说 莉莉的意识会一直重复 她被人杀死的那个过程 从虚拟空间退出后 小五从小黑口中得知 莉莉是被人殴打致死 虽然她的皮质盘保存完好 但是她的意识却受到创伤 这就是产生创伤循环的原因 而莉莉在被杀之前 和小黑说要去见劳伦斯 所以小黑才会认为 是劳伦斯杀害了女儿 并向她发送了恐吓视频 小五见无法查到更多信息 接着便离开小黑家 来到莉莉工作的夜总会 在那里她找到了莉莉的闺蜜 小五谎称自己是莉莉的母亲 只是换了一具身体 希望闺蜜能够告知她 关于莉莉被杀的信息 闺蜜并没有告诉小五 任何有用的信息 只是告诉她 莉莉有一个马士常客 这个马士自然就是劳伦斯 临走前 闺蜜答应小五会帮她 打听更多情况 让小五明天再来 小五离开夜总会 在外面遇到一伙混子 混子不问缘由 就向小五发起攻击 小五出手反击 结果了混子 这时女警叹克里斯丁 又一次事实的出现了 她以伤人罪逮捕了小五 在监狱中 克里斯丁询问小五 为什么要帮劳伦斯做事 小五没有正面回答她 反而告诉她 自己的另一种身份 原来在成为星际战士之前 小五是一名联邦探员 不知道大家跟星际的想法 是否一样 脑子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这哥们是一双重间谍 至于答案究竟是什么 我们后续再说 还是接着看剧情 小五在监狱中 屁股还没坐热 劳伦斯的律师就过来 把她保释了出去 小五回到无邀旅馆 发现劳伦斯的妻子米亚 竟然在旅馆等她 米亚施展色诱术 很快两人就滚了床单 但是这个女人的目的究竟为何 我们人不清楚 另一边 女警探克里斯丁 又接到一个新案子 女士玛丽被人在湖中发现 克里斯丁利用自己的职权 暗中取走了玛丽的皮质盘 她的目的究竟为何 女士玛丽和劳伦斯的案子 会有联系吗 劳伦斯和小黑女儿莉莉之间 又是这么回事 小五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 星星将在后续剧情中 为大家一一揭开谜底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想了解更多后续剧情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 留言哦